在思考展覽的話就是說 有接受到不同的意見 所以我就整個把這個意見都放進去 就是所謂的生產勞動跟時間性的關係 因為剛剛做了那麼多東西 像包括這個東西 就是一直在試騙 或者是所謂的那個凋漆的機器 我把它結構的話 它大概比較清楚 那這個照片是那個 那個技藝術編輯 我把它拿過來 因為我們的紀錄還沒有 還在 還沒增加 那作品主要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這個那個東西 就是自然的 我們做加速的這個調漆溫製 它本身會噴霧 它產生的 產生的那個鐵片 生鏽鐵片跟這個生鏽 剛看的那個實驗的成果 它是人工的嘛 那人工的東西有 現在比如說大家有看那個 天橋上的模式 它也是故意做舊舊的感覺 那它變成說有點懷舊意味 那我覺得如果用生產跟老洞的話 就可以比較可以去 看得出來這樣的關係 就是有點消費 這種東西其實有點消費 大家覺得很好看 另外就是說在展場 做一個會噴霧的一個動態東西 然後下面用白膠來做 想說把那個 因為它一直滴水 那個滴水的動態關係 想說用白膠把它收緊 就是因為白膠在 在一個濕度的狀態下 它會有一些皺褶變化 對 皺褶變化就是像 就是說像這樣子 這個是展覽過後的成果 就是在地面上 有一個皺褶變化 一清一般如果 因為如果你是 因為這是坑屋嘛 它下面會滴水 如果你是用宣紙的話 它其實都是平的 本來想說是蒐集繡衣 就是我把鐵箱掉在展場 生鏽鐵箱會有繡衣 但是它其實繡衣並不多 因為展覽的時間非常短 就不到兩個禮拜就十天 所以繡衣不多 但是 如果他想要 藝術的消耗就是說 藝術家在生產沒有用的東西 想要把這些沒有用的概念去 用一個材料 就是 宗介物 剛剛一直在探討這個宗介物 就是宣紙還是白膠 或是 所謂的 豆漿布 就是 豆漿用的布 我覺得這個都是可以自己去發想 就是 蠻知覺的 阿也蠻有趣 大家也可以去思考 要用什麼樣的宗介物 當然這個 所謂的介面劑 是比較 看要是我們什麼材質才決定的 對啊 比如說生鏽一定要用竹鏽機 或是你用水也可以啊 只是時間要很久 因為展覽是 一天八小時嘛 晚上 晚上是休息的 所以晚上會乾掉 白膠也就會乾掉 展場有開 有在動作 沒有開是靜止的 這個狀態也蠻有趣的 就是它一直在電話 所以 所以我把這個展覽跟 我 就是說 把剛才講的那些 這個計畫的那個 提案到 實驗的過程 到這個 展覽化之間的關係 就是有時候創作者不想要讓 東西作品化 就是會有焦慮嘛 因為 有時候放在展場 等於是說作品就死亡那樣 因為 它就擺在裡面 然後 它的定義都被人家詮釋完了 像這個東西跟 比如說這個採集的東西 可以有允許的變化 或者是所謂 等一下講到就是說 比如說 像這個布嘛 就是 因為剛講到就是 它一直加速生產 加速生產 然後沒有換水 所以 秀液就很厚厚一層 這樣 秀液累積厚厚一層 不是故意不換水 是因為 那個研究員比較忙 然後 我自己就想說 要展覽就是讓它 有一個秀液的累積 這樣子 所以 像這一塊就是這個 像它 把那個 有點像是在作畫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 就是 把那個 等於說去撈這個東西 然後讓它沉澱嘛 它會沉在下面 然後去這樣 累積這樣 這是做快速的運作這樣 這樣的方式其實還是有點刻意 因為 我自己創作習慣用非常自然的方式 因為你在到的時候 位置變成說是你的問題 你要選擇位置 有時候選擇位置 我就覺得有點奇怪 因為本身它就是要有一個刻意的感覺 我是盡量就是 想要讓沒有沾到的地方 但是它本身有一個高低細膚 所以 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 這個作品看得到 對 像一開始 在收集秀液 因為一開始 其實就會有秀液 所以我就直覺想到用這個 就是跟研究員同時 我現在換成這樣 就是用這個塑膠布 然後 比如說把那個 生鏽紅衣 就是那個 對 低到 然後過濾這樣子 大概就是這樣 就是一開始初期的 然後我是說用這個衛生紙 這樣 有一個 就是 在 想要把那些 剩餘的東西採集 要用什麼樣的方式 就是用這樣的方式 講到白膠 又是在講那個 就是這個 這叫做 這個作品叫做 那個 吊漆溫室 限定製作 就是它有點就是 故意就是講說 我把 那個噴霧的東西 怎麼在這個空間裡面展現 這樣 展現的方式 它變成說 這個地方已經 已經非常不像溫室了 因為 變成說它的變動性很大 就是說溫室的話 它是可控性 一定是非常標準化的 盡量 因為我們做的 不是很科學家的事情 所以 它其實還是有些變動性 比如說噴頭會歪掉 但是在這個空間 是幾乎完全沒有什麼變動性 所以 它比較像是那種 藝術在做一種無用的行為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 剛講到就是想要用宣紙來拆 就是 想說會有秀液滴下來 想說秀液滴在這上面 可以做回收 或者是說 因為那個 館方也會說 你們這個秀液滴在地板上 好像 不太好 就會留下痕跡 所以我們也跟館方說 其實我們作品就是在採集秀液 那這個東西就 牽涉到大家如何看待 一個場館如果 就是大家想要讓一個場館保持一個 平整光滑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在提的是 關於 因為現狀其實不能完全是平整光滑 因為 平整光滑永遠是 被聚光燈聚焦的那個東西 其實 聚光燈以外的搞不好都是比較醜陋 或者是所謂這種生鏽 你可以忽略的 這樣 其實世界一直長那樣 我要提的不是說要去否定說 每個人到底都可以達到一個理想 而是我線狀給我的靈感 然後我去呈現我對現狀世界的樣子 那我用材料去反映 然後背後引彈了一些政治的意義 或什麼的 所以像白膠的話 就是 白膠不就是先做好 就是像這樣一片 在工作室做好一片 它變成說它有點透明的 很像看著大家知道很透明 就是可能一天之後把它 把它纏起來這樣 然後現場就是像這個 就是鋪上去嘛 就是 現場因為每個噴頭 它大概有13個物件嘛 噴頭就是三個 每個噴頭狀況不一樣 沒有把它調整成一樣 所以像這個地方就是 比較會下比較多雨 就是 想說桌子要有一些 有一些雨讓它襯托這樣 所以 這邊水淹的比較多 所以就是一直做 白膠就是一直做補充這樣子 就是本來是一小塊 它變成說到後面就一大塊 就是一直做補充 就是我在 就是我在 因為一般作品展覽 部展完就已經不會在 藝術家就很閒了 但是我就是 想要讓這個 這個現地製作有一個自由的狀態 所以我就一直 還是加班去做白膠 就是 就是展覽 六點關門嘛 我就趕到工作室 趕快弄一弄這樣 然後隔天 馬上讓它 讓它更多這樣 加上去 那現場也會有一些 比如說有人調一些東西這樣 也是一個 附加的狀態 就是它跟場所有關聯性 因為它採集了場所 大家去看展覽的那個狀態 對啊 然後就變成是那個 剛剛這個的樣子 這樣 就是把它刮住下來變成這樣 它有一些灰塵 概念上就是 關於作品化這些事情 就是說 沒有把作品當成是一個 終極的一個狀態 而是它怎麼去 就是在看待說 作品過程跟作品之間的關係 這樣 然後 這關係跟時間 有一些關聯 然後那個 剛剛就是說 撤展結束還是 比如說 這個東西還沒乾嘛 因為太濕了 所以 用電話上去吹啊什麼的 然後 不然你隔天 因為只有一天吹 一天把它撤出來 盡可能 就是變成說 原本是想要 就是有一塊 大塊這樣 所以 它變成說有點零碎化 就變成像這樣 零碎化 這樣 就是變成是 一個 另外一個作品 啊 白石澳的狀態有點像 這個吊漆片的感覺 有點零碎 然後 其他 也 承載了那個 展覽的狀態 時間狀態 這樣子 接下來就是介紹 那個 等一下要去的地點 就是我們會 從這個地方 到這個地方 啊 經過這個地方 其實是 就是台一線 其實有很多工廠嘛 其實以前都有很多工廠 其實以前都有很多工廠 它代表的是台灣工業發展的歷史 然後也是 逐漸現代化嘛 就是從這邊慢慢的往外面發展 然後工廠就是往外推 這樣子 小石它的印象就是說 這邊都有一些工廠 像什麼 琴藝紡織啊 什麼的 啊 因為台灣在七年代 還是六年代 紡織業很發達 就是 一個 全球化的一個 加工中心 這樣子 現在過來加工中心跑到中國 然後 可能現在中國又 變貴 所以又跑到東南亞之類的 它有一個變化性 之前 琴藝紡織工廠 現在也變成一個 IKEA 就是 IKEA系中間 就是在投錢中間 這樣 可是慢慢的 因為地價變貴 然後 尤其現在那個 台北市又 往價太貴 往外錢嘛 所以 新莊人口變多 所以 有些工廠就改變成住宅一樣 就是慢慢的 往外擴散 因為樹林的話就是有點 不能說更偏僻啊 只不過 它以台北為中心的話 確實交通是比較不方便 所以 樹林區本身它 有些 工廠本 本來是在三重 或者是所謂的新莊這邊 有移到樹林 就是 因為 比較便宜嘛 然後 所以 所以它這邊等於是說 有好幾個工業區 也是在這邊 然後跟我家這邊 有一些相關 這樣 最後一言 就是等一下要走的路徑 要走的路徑就是 考察重點就是 那個 佩戀鄉與都市景觀的觀點 就是說 剛好有發現 其實其實好像也是蠻少見的 有發現說就是說 它 因為 那工廠本身 它本身就在做垂電工程 所以 它那一棟都是用爬膠的 用爬膠 順盛這樣 順盛其實它 它是用這個材料 就是容易出現這個東西 所以也蠻幸運的 就是它那一整排 就是 蠻多的配電槍都有成這個這樣 大家都用不鏽鋼的話 就是說它跟那個 配電槍的材料有關 大家用不鏽鋼 不鏽鋼是不會出現這個的 不鏽鋼就是 不會生鏽 不然它就是 不會有這種塗料 因為不鏽鋼是 不鏽鋼它的塗料 可能是在於 那個看不到的地方 這樣 對啊 所以 那本身 配電槍它 現在的歷史就是 像這個也是發現就是說 它塗了好幾層 它本身有一些關聯性 比如說 它可能是一開始先生鏽 然後塗紅色的 那紅色部分又在塗藍色 所以其實觀看 觀看便電槍也是意味著 就是說它這個 就本身有一些變化這樣 然後跟都市景觀的關聯 就是說它房子是連在一起的 所以 他們才會用同一個 同一個種類的變變像這樣 我是想說 不是說很有專業性這種 因為我對專業性其實 是有點打問號 就是最平易進人這樣 然後也是一個嘗試 它主要是大家對於 生活觀看的一種方式的改變 這個我覺得比較重要 不是說今天上完課 然後就 或是說今天上完工作坊 就跟 就好像有一些改變 因為我是說看待 程式啊 或所謂的事物的方式這樣 我覺得這個還是 就是 然後 可以去做一些 嘗試這樣 啊 我覺得這個嘗試沒有標準答案 當然有些東西有標準答案 但是 但是有標準答案就是 藝術反而是 依旋的這個標準 然後去做一種 標準的事情這樣 好 那等一下要怎麼樣 就做那個巴士 沒有沒有 我說等一下我們要怎樣 白急 過去嗎 類似 就是戴手套 啊 因為有個地方比較高 我就直接 就可以用夾的這樣 就是比較隨性 還是隨便 對 戴手套這樣 那就是如果大家手拿 就是有這個 就是 比較不難怪一點 然後就今天可以這樣 對 欸 一般我都只用手啦 那大家 因為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就是 就是有點稍微暴力一點 就是這樣撕的這樣 就是稍微暴力 啊 但是有時候就是想說 其實他們如果沒有處理的話 也是丟掉 就是 搞不好就是像那個 那個一樣就是被掛除這樣 對啊 就是 當然我對暴力的事情是存疑啦 就是 不是喜歡自然掉落的東西 這樣 所以 反正流程就是可能有一些濕的狀態 像這個其實有些濕的狀態 像這個鋸齒狀態 就是 就是說它其實這個 它這個 上面其實你還是還沒有生鏽啦 其實還是黏在上面 對 它 它有一個時間的 時間的過程 就是時間的 決定的過程這樣